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这把剪刀 撕裂一切 说谢灵像河豚啊 虽然这是句玩笑 但她的确最准确 因为谢灵是小孩子脾气嘛 情绪全都写在脸上 而且这个评价如果让她本人听到 她肯定会气鼓鼓地说 我才不跟你一般见识呢 甚至还会气到掉眼泪 这不就是气鼓鼓又胀鼓鼓的河豚吗 我们想保留谢灵它原有的一些印象 首先它最初的印象给我感觉是 有着金色瞳孔的一只小猫这种感觉 然后呢比较标志性的长长的卷发 还有魔法水晶的脚环 总体给你感觉是一种像孩子一样的翘皮可爱的形象 西灵是魔法少女吗 我们就在想魔法少女我们应该做怎样的一个形象会比较好呢 是比较偏高挑一点的呢 还是说我们做的年幼一点 后来也是犹豫了很久 我们采用说做她年纪比较小的这种感觉 当然做出来之后 配合她这个跨起脸的这个感觉 还是比较对位的 说到魔法 难免会想到战装吟唱 但是呢我们希望给西灵引入一个魔法阵的概念 我们一开始在设计上就没有给她用一般魔法适用的那种符纹去表现 而是采用了星星和剪刀的组合去表现她的魔法 然后西灵给我的感觉是一个有点小傲娇 但是又很可爱的小女孩 所以在颜色上也没有采用那种很明亮的颜色 而是采用了饱和度比较偏低一点的紫红色 去表现她的那种小性格 最后我们也是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脑洞吧 比如说比人还要大的那种剪刀啊 还有做了一个小小的魔镜啊 这种去补充魔法少女的这个感觉 感觉在游戏里面如果用剪刀这种武器的话 这个方式应该也挺新奇 有回我在理发的时候看见理发师 他这个剪刀在我头上利索着上下飞舞 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剪刀能否作为我们这个动画的攻击方式之一呢 因为剪刀嘛 它类似一种大剪可以挥砍砸 如果在这些基础变化上面增加一些剪的话 那么这个攻击就会变得非常有灵动感 前面两集我们采用了比较轻盈的方式攻击敌人 第三集旋转式狂暴地往下砸 这个方式能体现他暴交少女的另外一种性格 一群笨蛋 在用剪刀剪掉自己的幼稚之后 他用魔法来缝补自己由于急于成长而变得乱七八糟的心 所以就在这么多种给他加入了这种蒸合线 把敌人围困起来 包括这些像中间吸的这种气流呀 和一些精心点点的魔法 他可以在战斗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攻击 在场地上画出魔法阵 当魔法阵出现的时候呢 可以点击五锡剂衔接特殊的魔法攻击 西林可以通过长按持续的蓄力 在蓄力期间可以点燃周围的敌人 并且给予敌人点燃层数 通过不同时间的蓄力呢 可以释放不同等级的蓄力攻击 最后西林会释放他的必杀剂 将敌人拉入他的魔法空间 并且将敌人封锁在他的魔法镜中 然后利用剪刀给予敌人强力的最后一击 别乱动了 笨蛋 西林就像是青春期的我们 不想被当做小孩子 为此会做出很多很多努力 但恰恰是我们的这些努力 反而让我们看上去 并不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 就比如说西林头上的 两柳像猫耳朵一样的头发 当有人对她的头发表现出兴趣时 她会拼命地遮掩 生怕因为这两个猫耳朵 而被当成是幼稚的小孩 但弗洛艾和布洛洛 并不会在意这些 相反她们还非常的喜欢 甚至有的时候趁西林不注意 还会偷偷摸摸她 也许西林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明白 大家并不会因为一些标签 比如说成熟而喜欢她 大家只会因为她是西林而喜欢她 很好 多夸夸我也没关系哦 我会想到她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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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